那你先好好歇息 朕养心殿还有事 晚上再来看你 皇上才来就要走吗 朕还有折子要批 那皇上晚上一定要来啊 好 皇上慢走 鲍君 鲍君 小楚 小楚你怎么了 快叫许太医 来人哪 快叫许太医 离妃不要紧吧 燕汐宫那边上下口风都很紧 看不出个什么 都说离妃是睡眠不安 动了胎气不要紧的 但愿如此 西贵妃吉祥 奴才给西贵妃请安了 这花真好看 这是金宁宫里新开的百合 奴才特意挑了几支 给西贵妃送来了 这花叫狐围百合 你看那花蕊粉红卷曲 可不和狐围一样 最难得的是香气清玉又好养活 宫里有水的地方都有的 有没有给离妃送去 还没有 方才延禧宫说 离妃睡眠不安 动了胎气 百合最能倾心安神了 你吩咐花房给离妃送去 是 奴才知道了 娘娘 小主现在脉相平稳 并无大碍 微臣这就去准备 殉爱的物件了 有劳许太医了 好端端的 怎么会动了胎气 皇后娘娘 臣妾这些日子心烦 觉得这个孩子怕是保不住 肯定会保不住 你的身子早不适合生育了 如果不是为救你父亲 还要稳住宫中的地位 本宫不会让你强行有孕的 臣妾知道 若非娘娘安排 臣妾的父亲 自然不会黯然无事 可是最重要的事情 你还没做 戏贵妃称辩 不肯见臣妾 臣妾暂时不能 将孩子没有的事 跟她扯上任何关系 最主要 她现在送过来的东西 都经太医之手 绝无插持 机会是要等的 本宫已经问过太医 你这个孩子 至多保六个月 若再不落胎的话 恐怕连你自己的性命 都保不住了 还有一个多月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臣妾知道 太医说了 这段时间切勿动气 也不要与皇上同房 以免震动了胎气 明白吗 是 把安胎药喝了吧 等一下许太医 进来为你宣爱 记着 这件事情不能宣扬 任何人问气 都要说胎相安稳 是 娘娘慢走 小主喜欢桃花 怎送来了百合 花房的将人们听说 这百合能够宁心尽神 所以就命奴才折了这些 放在娘娘的寝殿 许太医 在 烦您帮本宫看看 那百合有无问题 好的 娘娘 百合确有宁神之效 娘娘失眠多梦 放些百合在屋里 确有好处 那就搁那儿吧 辙 放这儿吧 百合都送去了吗 都送去了 花房每日都在送 太医也看过那些花苞了 说花苞无事 梨妃呢也喜欢 几日后便是梨妃生辰 皇上自会去陪她 要我们操什么心 娘娘什么都不用操心 就一味夺懒装病吧 不要不躲着她 那日她有什么闪失 要赖到我头上 我可耻醉不起 这四竹生响了一天 延禧宫还真是热闹 怀着身孕过生辰 自然是大喜 今日这花 是我亲手打理的 好不好看 真是好看 娘娘的手艺 胜过花房奴才千百倍 那就让花房给延禧宫送去 算是天天喜气 送进去后 要在花蕊上勤撒些水 才能鲜艳持久 皇上 浪了一整天 终于能静下来 好好跟你说说话 喝点酒 原来皇上不喜欢热闹啊 喜欢热闹 更喜欢对着你 好像又大了些 五个月了 再有五个月就要出生了 一定和你一样乖巧 你好香啊 皇上 太医说了 皇上不能跟臣妾亲近 已经五个月了 想来也无大碍 徐太医跟朕说过 你一切安好 可是太医也说过 你不喜欢朕留下来陪你吗 两位娘娘 可不好了 丽妃小产了 小产就小产吧 你慌什么呀 回静贵妃的话 丽妃小产是因为她正跟皇上 你 皇上自个儿也惊着了 韩州 你看护龙月 我跟溪贵妃去盐禧宫 是 小产你快点看 这怎么多血啊 这是什么 大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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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来去看看 黎妃 是 小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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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当住 小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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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猪